只因是第一次当兵 他刚到战场 就只领到了五发子弹 男人瞬间发懵 但不等他反应过来 长官就立即发起了冲冲的号令 只见近一半的苏军 都手无寸铁地向前跑去 可对面的德军 却架起了一排排炮弹 毫无疑问 一个接一个的苏军 很快就倒在了火海之中 整个战场也彻底成为了人间炼狱 硝烟过后 德军便开始清扫战场 为了防止有人装死 他们便拿着武器 对死人的尸体一顿射击 但幸运的是 瓦西里躲在尸体的背后 成功避开了所有子弹 在看到德军走后 他便迅速捡起地上的步枪 然后将仅有的五发子弹装入弹架 接着便利用爆炸的声音 开始对德军发起攻击 将洗澡的光头爆头之后 不等副管反应过来 立马又是一枪 然后是第三个第四个 最终 瓦西里直接站起身来 将最后一个德军 再次一击毙命 就这样 五发子弹五条人命 瓦西里精准的枪法 让躲在一旁的镇尾直接看待 而他也立马想到一个 能够鼓舞苏军士气的办法 等回到基地后 镇尾便开始大肆宣传瓦西里 并将他的英雄士气 全部登上报纸开始印发 而瓦西里也不负众望 他兼劣的德军越来越多 三天之内就破了狙击记录 一时间 苏军的士气瞬间高涨 而德军的士兵 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于是为了重振旗鼓 德军便派出一名王牌狙击手 此人不仅是狙击学校的校长 而且还获得过一战时的最高荣誉 于是为了引出瓦西里 德军第二天就奔赴前线 并直接杀掉了五名苏军长官 得到消息后 瓦西里迅速就赶来战场 在经过一番瞄准后 很快 他就发现了德军的位置 瓦西里瞬间开枪 看着敌军掉落的头盔 瓦西里急忙带着队友前去查看 殊不知 一个巨大的危险马上就要降临 随后 瓦西里就和队友 来到了刚才敌军的位置 但万万没想到 映入眼帘的 居然是一个假人 意识到自己被骗 瓦西里急忙就要撤退 可突然 一个地上的烟头 却让他瞬间意识到了危险 因为烟头上面 还有着微弱的温度 说明敌军一定还在这里 情况危险 瓦西里只好和队友躲在暗处 不料 此时德军的轰炸机 却突然开始投放炸弹 看着飞机马上就要袭来 队友已经完全吓尿 他不顾瓦西里的劝图 直接起身就要逃跑 可下一秒 这时 炮弹也击中了大楼 巨大的烟尘也瞬间弥漫 就这样 瓦西里趁机逃过一劫 然而他知道 对方不管是枪法还是经验 都远远在他之上 为了击败这个强大的对手 苏军的高层 便同样找来一名老兵 来一起协助瓦西里 很快 瓦西里就和老兵来到战场 为了能引出敌军狙击手 他们先是一枪打断了敌军的电缆 接着就在躲在暗处 等待着德军上钩 很快 一个德军士兵就赶来维修 老兵立即扣动扳机 就这样 德军狙击手得知消息后 便迅速赶了过来 但没想到 德军并没有着急寻找瓦西里 反而是把一个苏军俘虏 假扮成德军的样子 让他再去维修损坏的线路 以此来诱骗瓦西里开枪 很快 阁楼上的老兵 就看到了假扮的苏军 老兵立即开枪 德军也瞬间发现了位置 而一场狙击手的对决 也就此拉开帷幕 在战场 你可以不用拿武器 但一定要戴上一个头盔 这个老兵 为了引出敌军的狙击手 拿着头盔就缓缓拉动 不料德军狙击手 一眼就看穿他的轨迹 并直接将枪口 移到了唯一的出口之处 就这样 在老兵试他的半小时后 箭还是没有狙击开枪 他便断定 德军狙击手肯定不在这里 于是老兵立即起身 想带着新兵转移阵地 殊不知 危险马上就要发生 就在两人跳跃的瞬间 此听一声枪 老兵就被直接抱头 这时 侥幸逃过一劫的瓦西里 看着楼下老兵的惨状 他立刻就蜷缩在了角落 甚至双手都开始止不住的颤抖 经过这一战 瓦西里彻底一蹶不振 只见他崩溃的和长官说道 但苏军长官却不断鼓励 并说已经在德军身边安排了间谍 一定能提前知道德军的行踪 很快在苏军间谍的套话下 男孩便猜到了 德军狙击手接下来的行踪 当得知德军狙击手 会在一处工厂埋伏后 瓦西里立刻就带着一名副手 然后钻进工厂里的管道 想以此绕后偷袭 然而意外的是 两人爬行管道发出的声响 很快就让埋伏的狙击手 意识到了不对 于是 德军狙击手迅速转移阵地 并直接瞄准了管道出口 想来一个守住带徒 很快 瓦西里就和副手爬了出来 在两人起身的瞬间 德军迅速开枪 副手被一枪打中 而瓦西里的狙击枪也被打掉 情况万分危险 瓦西里吓得一动不动 他急忙让受伤的副手返回 并去寻找支援 紧接着 瓦西里就掏出小刀 开始尝试把狙击枪拿倒 好在 经过几次尝试 小刀终于勾住了狙击枪的背带 但不亮 德军狙击手立即开枪 一枪就打断了绳索 更崩溃的是 此时德军的飞机 又恰好在天上进行轰炸 玻璃瞬间碎落一地 而瓦西里正前方的一块玻璃 又正好被德军狙击手全部看到 一时间 瓦西里陷入了无尽的被动 似乎死亡马上就要降临 但就在这时 苏军的一名支援终于赶到 然而 由于德军狙击手 占据了有力的位置 他们只要露头 那么肯定会被瞬间杀死 生死存亡之际 瓦西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他让副手找出一块玻璃 然后随着瓦西里321的倒数 副手直接利用玻璃 闪了德军狙击手的眼睛 而瓦西里也趁机拿到狙击枪 并迅速扣动了扳机 这一下 瓦西里成功击中了德军 而他的内心也再次燃起希望 与此同时 所有的苏军也士气高涨 认为击败德军 肯定是势在必得 殊不知 此时的德军狙击手 已经怒火中烧 而一场真正的狙击大战 也马上就要上演 很快 苏军就再次收到情报 得知德军狙击手 每天都会经过一处工厂 于是瓦西里做好隐蔽 早早地就埋伏在此 可万万没想到 正是他这一次的大胆行为 竟差点让自己丢掉性命 士兵趴在死人堆里 接着诱果上头巾小心隐藏 为了击败德军的狙击手 士兵就这样硬顶了一个晚上 可意外的是 由于长时间的坚守 瓦西里竟然犯困睡了过去 德军狙击手就开始潜伏 很快他就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远处狙击镜的反光 意识到有了危险 德军迅速举枪准备射击 可就在扣动扳机之时 突然 一个德军士兵就挡住了视线 只见他将瓦西里直接翻倒 接着便拿走了他的所有证件 看到这一幕 德军狙击手放下了戒备 以为是自己眼花看错 但很快 他就会后悔自己没有开枪 到了晚上 苏军就找到了瓦西里的证件 长官坚信瓦西里已经阵亡 于是便让狙击手返回柏林 以免在此丢了性命 可狙击手却根本不信 为了引出瓦西里 德军狙击手 便找到了瓦西里的弟弟 并将他直接处死挂在了城墙之上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苏军 也截获到了德军的情报 得知瓦西里已经死在战场 苏军高层彻底慌了 因为就在此时 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完全打响 瓦西里的死 肯定会影响整个苏军的士气 就在镇尾不知如何是好时 突然他就发现 瓦西里已经站在了门口 看到这一幕 镇尾已经眼含泪水 而瓦西里也下定决心 保证一定会将对方打死 但崩溃的是 瓦西里刚刚来到战场 就通过望远镜 看到了弟弟惨死的一幕 瓦西里彻底疯了 他拿着狙击枪 在战场不断地进行搜索 可敌方狙击手却迟迟没有现身 眼看德军的攻势越来越猛 一旁的苏军政委 便以身作则 直接露头吸引了德军开枪 就这样 一声枪响过后 德军的位置被成功暴露 看着倒地的士兵 德军以为打中的就是瓦西里 于是他大胆地就从铁皮下面钻出 想确认瓦西里是否死亡 然而 德军狙击手刚走了两步 就瞬间意识到了不对 只见一旁的瓦西里 此时已经举枪瞄准了他 德军知道自己输了 他缓缓摘下自己的帽子 想扭头看一下瓦西里的证明 下一名 就这样 在瓦西里的坚持下 他终于为死去的队友成功报仇 故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瓦西里在卫国战争中 据统计 一共击毙德军400余名 他的证书以及奖章 至今还在斯大林格勒博物馆陈列